是嗎? 哥哥, 我有訂的送給你 你幹嘛送給我? 因為我在網上查過, 其實它很有益 它會補氣, 養血 還有蛋白質比雞高, 10.6% 然後脂肪比雞低, 蛋白醇也低 所以其實很有益 豈止它還可以化痰止咳 有些人敲喘都可以用來煲湯 所以我才買給你 你怎麼會賣給我? 你只想煲湯給你喝 讓你看穿了天 別這麼說 不過我也想問 因為通常我們買回家都是急凍 是…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處理它? 你溶了雪, 洗乾淨 沖乾淨, 裡面的血水 裡面的血水洗乾淨 汆水, 輕輕煎一煎就可以了 好, 你今天會補什麼好湯給我吃? 冬瓜百合謝菇湯 好, 三姐 我已經幫你洗了 很棒, 拜手, 精靈 我們就要拿去煎 是 好, 好, 先把薄薄 其實多數我們煲湯的肉 無論是魚, 像魚鴿 其實都要先煎香 煎一煎, 會比較濃 會比較香 對, 我們就開邊, 好嗎? 因為容易煎 好 好 我們就這樣放進去 好 很棒 這樣浸 因為有些什麼? 有些空位嗎? 好… 對, 浸上它 冬瓜回來, 我們先搓邊, 是嗎? 我們煲湯 冬瓜一定要加上皮 不用那麼兇 好, 放進去 好, 放進去 好 好, 很漂亮 對, 看著它 好 冬瓜的皮雖然微寒 但是我們也加了薑, 是嗎? 所以它能夠清熱、利料、去水腫 尤其是濕熱就更加好 好 水就滾了 謝菇 薑是否一起放進去? 一起… 好的 好, 放進去 好 好, 我們這塊瘦肉也放進去 好 放進去 現在冬瓜放進去 好 真棒 好, 蓋上蓋子, 我們煮多久? 你現在煮半小時左右 好 然後我們再放蓮子白盒 它開始滾了, 我們煮了三十分鐘左右 對, 沒錯 我們現在把紅棗放進去 對, 開始煮了 好 好… 好, 這是蓮子, 它是新鮮蓮子 是 還有巴盒, were you in to your space 好, 正的 可以蓋上蓋了 再蓋上蓋 好 蓋上蓋子, 對 開大火煮 好, 蓋上蓋子, 是 然後可以 divide 所以這個就不會滾舌了 對, 蒸氣出來了 所以沒那麼容易滾舌 這個蔗菇湯比較容易消化 益心神、保皮、開胃、除痰、定烤喘 這是不是長期大火 還是結了? 不, 可以關小火 好… 中火, 對了 差不多, 中火 好, 我們等兩個小時 蓮子和紅棗在熬湯前要先去心 蓮子、紅棗和白盒, 記住 熬湯一定要熬30分鐘之後才放進去 這樣就會更美味 蔗菇在熬湯前要先用薑煎一煎 這樣湯就會更香濃和美味 三姐, 我發現你除了夠薑之外 你很夠鹹 誰敢說, 想死嗎? 你想想, 你之前不是用過鹹魚頭來熬湯嗎? 是呀 還有鹹魚來熬飯 你看, 今天也有鹹魚 你還不承認你很鹹 我也是喜歡用鹹魚做的 是 但是你要知道 鹹魚和很多菜是絕配, 尤其是豆腐 對…很好吃 你今天會煮什麼美菜給我們呢? 鹹魚肉碎草菇燜豆腐 我們先把肉碎入味 好 鹽, 放鹽 生粉就很少夠了, 不要多了 胡椒粉, 這樣已經夠了 好, 先攪拌 有鹹魚, 是不是? 切粒就行了, 去骨 好, 豆腐 豆腐 我們切吧, 好嗎? 這個是比較硬的豆腐 這個是水浸豆腐, 包仔豆腐 這樣, 我們這樣, 放進去 好 如果煎豆腐, 希望它沒那麼容易爛 我們可以放一點生粉 生粉, 輕輕鋪一鋪 我們先放進去煎豆腐, 好嗎? 好 好 大火 大火先煎 對 可以放幾粒鹽嗎? 好… 好猛火一點, 煎 對 好, 這個應該可以了 好厲害 好漂亮 對, 好厲害… 對 因為你煎到金黃, 它就封了皮 是 那它就沒那麼容易爛了 好厲害, 很夠力 廚一點, 你真是變廚厚 廚厚這麼厲害? 對 邊邊的, 看到嗎? 都開始有金黃金黃, 是嗎? 是 我們可以把它盛起煎 好 煎得很漂亮 我們今天加多一點特別的 我們用蛋皮包著豆腐 我們現在把蛋白煎香 放進豆腐裡 好 我們放進豆腐裡 這樣就不一樣的煎豆腐 半煎炸這樣, 是嗎? 看到它有微微的煎 先放小一點 好, 我們把蛋 蛋白有沒有發的? 發出來發出來 對 我們現在用了三種蛋白 這個就叫做白鹽 我害你而已 現在呢, 要這樣 要這樣出來 要先拿出來 好, 煎了一塊, 我們再煎一塊 好, 讓你玩 好, 讓我來看看 白鹽妹 白鹽妹, 對 最重要是鍋子這樣動一下 是 讓它知道它沒有黏的 是 全部都是有金黃的邊緣 是 對, 很漂亮 好, 你先看看 我讓它們看看 金黃的 對, 金黃色脆的 好, 現在肉就放進去煎 好 動一下它用筷子 好 好, 灑一下, 弄散去 好 草菇呢, 我們就一開二 草菇已經出水了 為什麼我們要先出水? 一來乾淨, 第二, 脆除草菇的噴味 我們就放鹹魚 好 再放一點油, 因為沒有油 好 繼續我們就放蒜蓉了 不用太多 你就不用太多 我在家裡煮東西就… 好多蒜蓉, 真是的 好多蒜蓉 草菇也放進去 好 好香 蘸一點魚露 好 少許就可以了 對, 夠了 我們有少許汁, 所以要加點水 好 好, 這個時間我們可以加豆腐了 這樣才夠味, 是不是? 一起煮好 好棒 好 三姐, 當然菇和豆腐我都吃過了 但是什麼會令你想加蛋白 這是你怎麼想出來的? 其實我本來喜歡吃煎蛋白 我覺得肉碎豆腐很多人都吃過 是 但是我想想要比較新的 是 令大家在家裡煮飯不要太悶 是…有些新的 如果太悶就不好 是 好, 我們放一點老抽 色香味… 好, 最後加上去 好, 少許 中和它 好 三粉水, 放在一邊 一邊放, 一邊放, 一邊放 好 等到收到汁, 掛到汁就夠了 是 好, 差不多了 好, 關火 蛋白就這樣放進去 先放好, 好嗎? 好 好, 這樣, 先放好豆腐 通常我在家裡都會做麻布豆腐 就是那些很韓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很興奮有這個新的食譜 是嗎? 好, 我們還有一塊蛋皮, 是嗎? 是 我們輕輕採一採, 看到它摺起來… 這樣就好看, 是嗎? 是, 放上去 因為我們要好看 是 對, 我們這樣, 把它, 沒錯 一朵花這樣 一朵花這樣, 沒錯 對了, 全漂亮 好 那中間是不是放些肉碎? 對, 中間放些肉碎 這裡 對, 放進去, 沒錯 好漂亮, 再煮一些菇 沒錯 棒… 放些紅椒絲, 還有蔥 完成 鹹魚肉碎草菇燜豆腐 對, 放在煎之前 就要加一點生粉, 塗勻 這樣豆腐就不會那麼容易爛了 原來草菇要先出水 一來就可以清除它的噴味 二來就會比較容易熟 吃包包吃飽 不少人都會吃麵包當正餐 但是又會有很多人 偏偏不知道麵包的正字 是應該怎麼寫的 我跟很多人一樣 以為麵包是食物 所以就是吃字邊 所以大家會這樣寫 但其實這樣是錯的 這樣是讀麵包 所以麵包是應該這樣寫包剪鎚的包 雖然這個字很通常 但真的有很多人錯 就算有些麵包店 漢堡包店也會寫錯 所以各位小朋友 就要認清楚麵包的包字 應該這樣寫的 以後不要再錯了 大家好 小姜 在這段時間 我相信有很多人的雪櫃 已經儲蓄了很多東西 對, 我也有一點 我也有 尤其是這個青魚 儲存又方便, 價錢又不貴 拿出來煎就能吃 但是這樣煎會不會比較單調? 你在這裡, 你又這麼厲害 你肯定會有新的煮法 新花款又不敢說 不過一定會令你耳目一新 好啊, 今天煮什麼? 桂花炒青魚 好, 放開鑊 好 不要太大火 因為我們要先烘烘櫻花蝦 不要太大火, 太大火會容易焦 烘烘 那些菜花我們不要了 這個是韭菜花 怕它可能有些農藥藏了 對… 這樣就長長地切 好 好 這個韭菜和韭菜差不多一場短 開始吞到一點韭菜的聲韭菜 好, 好, 把它… 香, 你聞到香嗎? 是, 開始 是, 燙香了 然後放油, 煎魚了 好 我們已經溶雪了 還用三份魚露和一份水 這樣浸泡一晚 讓它入味 煎了, 也放一點三份 讓它沒那麼容易黏 好了, 我們放進去吧 好 好, 煎了一點 順三姐, 為什麼呢? 我們通常要醃一點魚 都會用鹽或酒 但是這次你用了魚 我希望這隻魚有特別香味 是 它本身也挺香的 因為我們現在用來炒桂花 我放了一些特別香味 有些新鮮的感覺 不要永遠都是這樣煮的 而且是否怕它太濃 所以要加上清脆 對 我們先浸一浸 讓魚肉直接粘到鑊 比較快一點 看到它有金黃色 那就好了 好, 吃火 吃火 好, 我們先把魚肉拆出來 好的 好 現在兩邊已經煎好了 我將一邊稍後放一個盤子 好 一邊就用來拆掉骨 這些背部的骨子先撕掉 最重要是撕掉 現在煮熟了很容易撕掉 對, 很容易撕掉 這些皮都是有骨子的地方 我們先撕掉 魚皮也可以撕掉 最多骨子在腩子位 腩子位在這裡 最多骨子在這裡 你不是撕掉的, 是不是? 在這裡, 輕輕 因為它有長骨子 我們輕輕地按一下 好, 就馬上出來了 其他隱藏的那些也出來了 好, 我們捏一下它 再檢查一下 要檢查一下, 再檢查一次 這裡的粉絲很長, 是不是? 我們要把它剪掉, 不要太長 太長炒出來就不好 這樣比較好吃 對, 而且比較容易夾 我們放一點上湯 先餵熟的粉絲 浸粉絲, 千萬不要用熱水浸 因為軟水也不好, 會軟掉 對, 放進去, 讓它餵一餵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它比較硬, 又不軟, 是不是? 它沒什麼味道, 是不是? 沒什麼味道, 我們就要放一些 味道的粉絲 是 少許胡椒粉 好, 可以, 炒好了 小薑, 我們放油, 烤芽菜 好的 放一點, 不要太多, 香香的 加蒜蓉 因為藍菜有點腥味 對 對, 菜青, 放進去 很快 不用太害怕 好, 這樣 這算是爆香嗎? 對, 先爆香 好, 這裡我們炒桂花 大約四個蛋黃, 一個蛋白 我們放大約一茶匙油就可以了 好 用茶匙的鹽, 把它灑掉 炒出來的蛋會比較鬆 這個不是炒蛋, 什麼是炒桂花 這個也是蛋 但是我們把蛋炒得像一顆桂花 這樣就叫做炒桂花 好, 不用太多 好 是, 不用太多蛋白 不斷地 對 就是這樣, 把它變成… 這樣 然後就可以變成一顆粒了 對, 我們把它剷出來 現在一直按, 把它按, 一直按 是 它一直按, 越按越小粒 看到嗎? 一顆粒 說以前是炒魚翅的, 桂花魚翅 是, 現在不吃魚翅 現在不吃魚翅 我們用櫻花蝦仔酥醬來調味 好, 真棒 放進去, 炒一下 櫻花蝦, 放進去 炒起來很香 對 粉絲, 每樣每樣放進去 好 擦開它… 醃一醃, 它就鬆開了 好 對了 好了, 我們就放韭黃韭菜花 少不了這個味道 對, 好 然後放芽菜, 這個時間要大火了 好 呂巡神又出來了 好, 又出來了 放一點調味 好 淀三根糖, 好 好, 抽, 炒一下, 讓它香香 好, 弄好了 我們放一半的青魚下去 好, 留一點在表面 好 好 這樣就夠了不起了 混合在一起 好, 阿妹 好, 阿妹, 給你一個碟子 好 好, 阿妹, 把這個很美味的青魚 是 再灑上去 對, 這樣 好, 還有, 我們為了知道它的鹿蛇青魚 是 我們還要放一匙上去 好嗎 好, 好 很好 很好 好, 這個是青魚桂花 好, 我們放一點辣椒絲上去 能否漂亮? 很漂亮 這樣就完成了, 桂花炒青魚 炒青魚桂花, 要用四個蛋黃和一個蛋白 攪拌均勻 用慢火慢慢炒, 千萬不要心急 粉絲原來一定要用冷水浸 千萬不要用熱水浸, 因為一用熱水 就會變軟軟軟軟 煮之前, 我們就要用上湯 餵一餵它 這樣煮出來的粉絲就會又軟軟又好吃 湯丸很多人都喜歡吃 團團圓圓嘛 其實日本人都有自己的湯丸 就是白玉蛋糕, 白肉糰子 還有大福, 大福餅 有些人說用熱水拆出來的湯丸 粉絲會特別軟軟, 口感會變軟軟 也不會那麼容易裂開 今天我想跟大家做個測試 這裡有兩份相同的糯米粉 一份我會用冷水拆 一份我會用80度的熱水拆 看看兩個有什麼分別 首先, 我把冷水倒入糯米粉中間 然後拆成團, 拆起來也不難 到熱水了 倒入熱水, 要馬上用筷子拌勻 讓水和粉形成一塊塊 就趁熱用手拆滑 拆起來感覺 粉團比冷水拆的柔軟很多 然後我們把兩份粉團 拆成一粒粒湯丸 等20分鐘, 再看看 這份是冷水拆的 這份是熱水拆 看起來其實不是太大分別 但是摸起來呢, 冷水拆是硬一點的 熱水拆很明顯是柔軟很多的 我們現在嘗試撈一下 看看有什麼分別 好, 那我先嘗嘗他們的口感 冷水拆的湯圓 不錯, 挺柔軟的 沒什麼彈性, 但也好吃 好, 嘗嘗熱水拆的湯圓的口感 口感很柔軟, 很脆弱 比冷水拆的好多 很柔軟, 很容易咬 這個贏了 小冬, 你今天想吃什麼? 我想吃一些有趣的東西 顏色漂亮的 而且最好是脆弱的東西 為什麼你這樣問我? 因為我今天想做一個 小朋友喜歡吃的 明蝦吞奶與牛油果 你當我是小朋友? 好, 你說要脆弱的嗎? 對, 我們就用春剪皮 春剪皮當然要炸, 對嗎? 是 我們把它拆小塊 我們剛剛用濕的毛巾來蓋住皮 對, 因為我們不想乾 是 一乾了, 它就難處理 對, 這樣剪皮 這麼小塊? 小塊, 稍後可以把牛油果 用筆來吃, 脆脆 類似墨西哥的蜜蜜 對 我們今天做中式蜜蜜蜜 對 牛油果可以加海鹽 但也可以加這個叫… 腐乳? 對 白腐乳? 對, 白腐乳 為什麼? 很配合 腐乳和牛油果很配合 我今天用了兩個牛油果 是 用磚罐, 已經把它拆均勻了 好 我們放進去 混合在一起 對, 還有一樣東西要放進去 是否知道? 吞拿魚 剛才我們說了 吞拿魚 吞拿魚 對, 替我剪一剪 好… 對, 沒錯 好 好, 我們把它和牛油果 一起拌勻 不需要太多的吞拿魚 是 放一半就夠了 還要放兩茶匙檸檬汁 調味 好 調味, 我也知道那邊牛油果 我比較容易變咖啡 對, 所以加一點檸檬汁 對, 不會變黑 聞到腐乳味 我們也加一點黑胡椒 對 放一點 好, 這個已經美味了 很棒 牛油果也有健康脂肪 還可以穩定血糖 而且它的皮膚也很好, 對嗎? 太好了 好了, 完成了 我們先去剝蝦 好的 已經挑了腸 放進去, 大火 其實蝦真的很快 對, 蝦熟蝦黏功 一熟就黏了 是 好, 差不多了 平水 我們會加一些黑椒 我喜歡加黑椒在蝦裡 很棒, 海鹽 海鹽, 拌一下 這個要加一點味道, 是嗎? 是 好, 我們也加一些橄欖油 很棒 好, 簡簡單的做一個春捲皮 炸脆 不要太猛火, 慢慢放進去 這樣就很香脆, 很容易做 不要太甘 太甘的話, 它就會焦了 是少許淺黃就夠了 這些就足夠淺一點 牛油果, 這樣就很醜 中式Nacho 先吃火 好, 現在慢慢等它變黃 牛油果已經做乾淨了 是 我們就可以釀進去 用這個釀釀釀釀 不用釀釀太滿,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要放這個 對, 放一隻蝦 看你喜歡怎麼放, 這些就無所謂了 是 兩隻一起 跟小朋友一起做也挺好玩的 是, 可以了 放一顆辣椒 好 好 好, 嘗嘗放一個身形 知道怎麼能做到呢? 除了你喜歡 這樣是身形 沒錯 算是身形 一般的身形 好 好, 把蔥檢皮放進去 脆脆 我餵吃一點就多放一塊 我們多放一塊 很開心 就放在這裡, 是不是? 你可以點來吃 是 明蝦吞拿魚, 牛油果 是不是很容易做? 真棒 好, 真棒 牛油果加海鹽, 大家都試過 但原來牛油果加腐乳 會更加配合, 很好吃 大家試試吧 炸春卷皮, 我們一定要用慢火 一看到它一開始有一點黃色 我們就要立刻撈起它 因為它很容易焦 三送一湯, 我們開飯了 好, 先喝蔗菇湯 很長… 很好喝 通常我們會喝雞湯或豬肉湯 無緣無故喝蔗菇湯 就覺得它特別野味, 比較濃 因為我們煎香, 是不是嗎? 對, 也挺清甜的 清甜, 沒錯 沒錯 還有冬瓜也特別棒, 是嗎? 對, 你喝清楚一點 它有一點起沙 對, 其實這樣也看到了 看這個 這個是融化的… 白盒 白盒 白盒比較白 很棒 想吃哪一天? 好 很想試煎豆腐 我也試了一口 豆腐外面是脆的 裡面又很軟的 還有呢? 還有… 鹹魚 鹹魚 也算是主角, 鹹魚和豆腐 沒錯 那是因為, 很入味 對, 沒錯 很棒, 是嗎? 鹹魚的魔法 很香 煎蛋要煎到這樣, 綑邊 是 整個蛋都香了很多 脆脆的蛋白 是不是整個豆腐的菜式昇華了 好, 那我們嘗嘗這個 桂花青魚 桂花青魚 因為我通常吃日式燒的版本 這次這個, 煎的 它的魚味 全部出來了 是, 全部出來了, 因為爆香 還有… 是, 我們用魚露醃了一碗 是, 記得嗎? 很棒, 而且這些真的一流 很合適 其實真的有點像以前炒刺的味道 但是更好吃, 因為不是癡 好, 那我就想試我做的 新型的中文蝦蝦 我們把牛油果包著蝦 這樣吃 很合適 有一點腐乳的味道, 是嗎? 第一, 腐乳的味道不會太濃 是不會超過其他香味 有點鹹, 又… 有點香, 有點脆脆 對, 所以跟普通的鹽 或者豉油就很不同了 大口一點 先試試看 我愛春捲皮 其實我們煮東西 要令一家大小都開心 其實真的不容易 也不是, 下一期做幾個小炒 大家一起吃飯 享受天輪之樂 也是一件好事 絕對認同 好, 那我們下一集繼續… 三送一湯 下一集, 三送一湯 羅漢果野葛菜三斑魚湯 龍仔三寶蒸蝦醬豬肉 脆炸鰻魚薑尾蛋炒飯 金盞牛胸爽, 炒鮑豬肉 牛胸爽 我沒試過的 1、2、3 很滿足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